哈囉,大家好,我是WebPoint鐵人工廠的罐頭教練 今天為大家帶來51.5的賽前說明 我們先進入賽事時程摘要 比賽前一天,4月22號 我們進行報到 報到時間是下午1點到晚上8點 我們是在體育館進行報到 下午1點到4點半 我們一樣會有開放室遊時間 選手們完成報到之後 可以佩戴大會的泳帽 或者是攜帶你的證件 可以讓我們大會工作人員來 核對你的身份 然後就可以下去做室遊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5點15到5點45會進行賽前QA 那我們的QA地點是在 台東體育館 接下來到4月23比賽當天 我們的轉換區在早上4點半到 6點50會開放 那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 51.5的選手我們會分 A組以及B組來進行開賽 所以呢 我們A組的選手是 4點半到6點 進行 減入 然後 B組的選手呢 是 4點半到6點50 都可以進行減入 那我們 4點半到6點50 是兩組的選手都可以在這個時間 在中華路橋下 繳交 賽後衣物帶 A組的選手呢 是在6點半 準時開賽 那 B組的選手呢 是在 7點20 準時開賽 然後我們A組的選手 游泳賽道關門時間是7點20 然後自行車賽道關門時間是9點 然後路跑賽道關門時間是10點半 那B組的選手呢 則是 游泳賽道關門時間是8點10分 然後自行車賽道關門時間是9點50 然後路跑賽道關門時間是11點20 所以 我們還是依照 大會規定的關門時間來做推算 所以選手後出發也不用擔心關門時間會提早 那特別提醒的是 我們領車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20到12點半 我們12點45分是在體育館進行頒獎 好 如果不懂剛剛我講的A B組的狀況的話 待會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這邊有分出A組的年齡組 以及B組的分齡組 的一些 組別的分配 那 我們會 間隔5分鐘 進行下水 所以待會後面呢也會帶到就是 每一個梯次的 下水時間 好比賽當天 自行車簡錄的部分 請依照 大會工作人員的指示 分A B兩組的 轉換區 那大會會引導你們到 你們自己的轉換區域 那特別提醒就是 A組的選手因為開賽時間比較早 所以 你們在轉換的轉換區的時間 記得是4點半到6點 那你們要提早到 下水處做熱身集結 那B組的話因為比較晚出發 所以你們的 轉換區關閉時間是6點50 所以你會有比較充裕的時間來做準備 好那選手進入 轉換區之後呢 請 依照我們大會所分配的號碼 去掛放你的腳踏車 那 把卡鞋補給品 自行車水壺 車錶以及安全帽 跑鞋帽子等等的 就擺放在你的自行車左 或者是右 其中一邊 那我們比賽會提供 晶片 以及紋身貼紙 那我們的晶片呢 請綁在左腳腳踝 那紋身貼紙呢 則是印在 左手手臂上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選手衣物袋 選手們 在轉換區 做完布置之後 可以把你的 比賽後 想要穿的衣服 放進這個 選手衣物袋 那切記這個衣物袋呢 不要放貴重的物品 那我們會在開賽前 你可以拿到中華路橋下 交給我們大會工作車 那我們會幫你運送到終點 讓你在完賽之後 有 乾淨的衣服可以 換上 然後這是我剛剛講到的就是 A組以及 B組的 出發時間 那 因應不同的組別都會有 不同的顏色的有貌 所以大家選手們也看一下 自己是在幾點出發 好接下來進行 游泳賽道說明 51.50選手我們是有1500公尺 那我們是由 A點下水到 C點折返 然後1點上岸 再跑到轉換區 那我們會進行 一圈的游泳 那游泳關閉時間是50分鐘 所以 A組的選手是 7點20關閉 B組的選手是 8點10分關閉 那游泳賽道規則就是選手 請一定要佩戴 大會所提供的泳帽 然後禁止使用挖鞋 滑手板 呼吸管等等 然後也禁止在 無判兩旁 進行用走路的動作 然後如果 被我們警告 會先做法使的動作 那如果在 持續進行 走路的話 會取消資格 好那選手上岸之後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你出轉換區之前 請務必把你的 號碼布 別在身上 然後 扣上安全帽之後 才能牽你的腳踏車 那特別提醒 轉換區裡面 禁止騎乘腳踏車 然後我們必須要過了 上車線之後 才能跨上腳踏車 進行自行車的 騎乘 接下來是自行車賽道說明 我們是由 轉換區出發之後 到新榮國小 折返 是40公里 那特別提醒 國際賽事的 51.5的距離 是沒有 提供補給站的 所以選手們 請要自己 準備好 所有的自行車補給物資 那這一次我們大會很貼心的提供了一支 新的水壺 可以讓選手在 比賽前 裝水來做 預備 那選手們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折返點的部分 因為賽道比較擁擠 然後參賽人數也比較多 所以選手接應折返點的時候 請務必減速慢行 然後聽從工作人員指示 來進行折返 來確保 賽道的安全 然後自行車的規則就是 一定要有安全帽 然後 不能裸弱上身 以及 使用專業的自行車水壺 還有不得跟車 以及 需要穿著包覆腳趾的 運動鞋來進行比賽 那 詳細的規則請選手們 要看選手手冊 那路跑賽道的話呢 出了轉換區之後 我們會 進入森林公園 跑到露絲湖 經過晶片站 折返 然後再往海濱公園 去 往終點方向 但是特別提醒的就是 我們到海濱公園的時候 會要跑到低點 去領取信務 你要信務你進終點 才算完成比賽 如果沒有信務的話 會被取消資格 路跑賽段的部分 我們大會提供了四個補給站 那大約2.5公里會有一個補給站 那裡面會提供水 運動飲料 可樂 香蕉 以及果膠 等等的補給品 那選手 也記得 如果你有吃了 任何果膠補給品的垃圾 請務必是在補給站 丟到 丟氣區裡面 不要在賽道上亂丟垃圾 特別提醒一下 自行車賽道 在摺翻點的地方 會有兩個丟氣區 請選手們如果要丟氣東西 在丟氣區來做丟氣 當選手進行到路跑賽段的時候 請把你的號碼簿 從後面轉到前面 讓我們大會工作人員方便辨識 你是幾號選手 然後 除了丟氣區之外 禁止亂丟垃圾 然後 選手 在路跑時 禁止裸露上升 然後進終點前 請務必確保你有拿到信物 不然的話會被取消資格 那詳細的 規則的話請選手 閱讀選手手冊 最後是我們的 各個賽道的關門時間 那由於出發時間不同 所以選手們請記得 游泳賽道是50分鐘的關門時間 自行車賽道是1小時40分 然後 路跑賽道是 1小時半 所以依照你的出發時間 去進行 推算 好以上就是我們515的賽前說明會 那我也很期待在台東 與大家相見 大家加油 拜拜 拜拜 by bwd6